所以今天下午呢 一样的我们要来守安息的圣志的聚会 下午要见证的题目是 保罗被下监牢 这是一段圣经上的记事 我们请看圣经使徒行传第16章 使徒行传第16章第16节 到31节 这是一段蛮长的圣经 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出来之后 一起来念 使徒行传16章第16节 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 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 她被污鬼所赴 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 17节 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 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 18节 他一年多日这样喊叫 保罗就心中厌烦 转身对那鬼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从他的身上出来 那鬼当时就出来了 19节 使女的主人们 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 便揪住保罗和希拉 拉他们到世上去见首领 20节 又带到官长面前说 这些人原是犹太人 竟烧着我们的城 21节 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 不可行的规矩 22节 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 官长吩咐拨了他们的衣裳 用棍打 23节 打了许多棍 便将他们下在监里 嘱咐敬主严禁看守 24节 敬主领了这样的命 就把他们下在那一间里 两脚上了墓拱 25节 约在半夜 保罗和希拉 祷告 唱诗赞美神 众囚犯也策而听 26节 忽然地大震动 甚至监牢的地基都动摇了 间门立刻全开 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27节 敬主一醒 看见间门全开 以为囚犯已经逃走 就拔刀要自杀 28节 保罗大声呼叫说 不要伤害自己 我们都在这里 29节 敬主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 战战兢兢的 扶扶在保罗希拉面前 30节 又领他们出来 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31节 他们说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这是一段蛮长的经文 那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 对于这一段经文也都有所熟悉 也都知道说 保罗跟希拉被下到监牢里面去 那我们就从这个经文16节开始 我们慢慢慢慢一段一段讲解释 首先呢 第一个 为什么保罗被下到监牢 其实我们如果读过他之后 就可以知道说 原来断人的财力 因为他赶出了乌鬼 让死女的主人的利益没有了 那乌鬼是透过他这个死女 来借由大概是算命来告诉人的未来 用可能用占卜的情形来预测 将来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 这个就是利用人想要预知未来的本性 因此呢 这样子去跟众人来收费 那这时你的主人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呢 而大大的得了财力 那主人呢 因为发现说 哇 这是我赚钱的工具呢 竟然没有了 于是呢 他就很生气的 好 所以呢 就把这一个保罗的想办法 把他下到监牢里面去 而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乌鬼呢 叫死女说话 坦白讲 他说的话都没有错 为什么呢 保罗还要把他 奉耶稣的名把他赶走呢 那这个死女说 说呢 保罗他们这一些人是 这一些人是 那个至高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说 救人的道理 他们他讲的是这个话 然后呢 其实呢 这个死女是赞美这个保罗他们的 难道说他这样子讲话 是有不对的地方吗 为什么保罗还要把他给赶走 这个死女呢 看到保罗的同工们 之后呢 根据圣经的记者 就一直跟着他 并且呢 是在后面大声的喊叫 保罗这一群人 是什么样子的人 他们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 巫女呢 这个巫鬼呢 像是在保罗 跟他们在打广告 让众人知道说 他们来做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而实际上呢 死女 他这样子 大声的喊叫呢 喊叫了之后 好像是讲的是那些话 可是实际上 因为他的喊叫 这样子找乱到了 保罗他要怎么讲 要传讲神话语的内容 因为呢 在古时候呢 他们讲话 没有像我们现在有这个麦克风 可以讲很小的声音 把声音放得很大 所以呢 是用一般的声音在讲话 所以呢 旁边如果有人 用话语来骚扰的时候呢 坦白讲 这样的讯息传达 就会不好 就会不好 所以呢 这个死女是天天来 然后呢 天天这样子用喊又叫的 让很多愿意跟随保罗 听保罗传福音的这一些人 就没有办法把心静下来 然后呢 把福音给听进去 因此呢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赞美保罗 实际上呢 是阻挠到了 这个保罗他的福音的工作 我们知道 保罗他的目的在哪里呢 其实我们如果在看 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 往前翻译页 第六节 第六节的地方 第六节的地方 旁边有一个黑字 它上面是写着说 保罗建议向往马其顿去 好 其实呢 第六节的地方 就是告诉我们说 圣灵是禁止 他们在那个地方讲道理 因此呢 所以我们请看第十一节 于是从特罗亚开船 一直行到撒摩特拉 第二天到了 尼亚波利 十二节 从那里来到菲利比 就是马其顿 这个方向的 头一个城 原来 他们在这个地方 是叫做菲利比 而 他们的目标 是马其顿 而 往这个方向 去的第一个城 也就是所谓的菲利比 所以他们来到菲利比 就是开始进入 这个传福音的圣工 好 所以呢 因为他一连续 好几天 都是这样子的喊叫 结果呢 保罗心里面就怨烦 再也不能够忍受魔鬼 来破坏他 阻挠他 传神国的福音 因此呢 就奉耶稣基督的名 把这个污鬼怎么样 赶出去 赶出去 其实呢 我们刚才仔细的在思考 就是 使女他会喊叫 其实是他 内心当中的鬼 叫他这样子喊叫的 魔鬼 其实 他是会控制人 来做出人所没有办法 做出来的这个事情 所以呢 他可以叫他一直喊叫 你不想喊也不行 你就是一直一直的喊叫 所以呢 这一个 像这个算命 占卜 以及告诉人家 未来会发生的这些事情 甚至于用我们现在人所说的 告诉人家名牌 这些的能力呢 是来自于魔鬼 现代人 大家都想要说 哇 要来赚钱 想说我还能够大捞一笔 所以很多人 就会想要去追逐这个名牌 但是小心 这个名牌 这当中 就是有魔鬼的成分 掺杂在这里面 所以你一旦被 被迷惑住了 就是不好的了 松山教会有一个姐妹 她来慕道 然后要信主 她来慕道之前 她来慕道的时候 其实她身上 已经被鬼 附着好长一段时间 她的人生 有一半以上 都是鬼在她的身上 说实在的 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也非常的可怜 她身上呢 有很多的灵 她有控制她讲话的灵 有长城跟她讲话 并且叫她去做事的灵 还有呢 有控制她行动的灵 还有很多的灵 所以她来到松山教会 慕道的 没有多久的时候呢 她看到很多弟兄姐妹 都在奉献 所以呢 她就想说 她也要奉献 所以有一天 她就拿了一张一百块钱 拿给我 再次是我要奉献 我知道呢 她 没有办法工作 她只有在她所住的 那一个机构里面呢 只做一些简单的手工 所以呢 一个月 只有少少了一点点钱 并且呢 她还是摸到着 所以我就说 我们 不要接受她的奉献 我就拒绝她了 毕竟有跟她解释理由 所以呢 她就 我转身就出去了 她去哪里 那一个 常常跟她说话的 那一个人 就跟她说 你去 去那个彩券行 去买彩券 只要去买那一张 然后呢 她一刮 刮到了一千块钱 然后呢 她就拿了两百块钱 再次是我要奉献 那我们大家觉得 那一个常常跟她讲话 叫她去做事的那一个灵 跟我们在十读行传十六章里面 这个死女 身上的那个鬼 乌鬼 来比较 你觉得呢 有什么可相同之处呢 魔鬼会让人家 讲出一些很高兴 让他 让他 讲出一些很让人高兴的话出来 那 魔鬼呢 其实 就是想要 麻醉保罗 松动他的警觉 为什么 因为他讲的是 说保罗 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 传讲的是这种 救人的福音的道理 但是呢 即使他是这样讲 保罗 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 他是不会受到迷惑 如果我们一个信徒 人家都一直跟你讲 这赞美的话 你会受到迷惑吗 这个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地方 保罗呢 他不受到迷惑 他还能够看清 这个是魔鬼的伎俩 因此呢 他就奉主耶稣的名呢 把那个鬼给赶出去 所以我们可以从第十六章里面呢 从第十六节开始 一直呢 看到了第十八节 第十八节后面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从他的身上出来 那个鬼就当时就出来了 所以呢 保罗他不受迷惑 不受到人家对他的甜言蜜语 他可以能够奉主耶稣 把那个鬼赶出去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魔鬼也会讲一些赞美人的话 所以圣经里面更是有一句话 他可以这样子写着说 魔鬼也会装成光明的天使 请看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十四节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十四节 这也不足为怪 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了 撒旦也可以装成光明的天使 光明的天使就是做一些光明的事情 可是呢 他就假装成光明的天使 去做光明的事情 来迷惑人 这个就是魔鬼的伎俩 所以遇到这个事情 我们自己每一个人 坦白讲 也真的是要很小心 让自己不要受到了迷惑 这样子的时候 必要的时候 要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把这个鬼给赶走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的这一句话 是带有力量的 是带有力量的 所以因为他带有力量 所以可以把这个魔鬼给赶走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呢 对于鬼来吓你的时候呢 你很多人都不喜欢该怎么去处理 因为你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及时的靠着主 而坚强的信心 来奉主耶稣的圣明 来赶这个鬼 即使每一个人得到圣灵的人 都有这方面的能力 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们说我们自己呢 跟神的距离要拉得近 我们有坚强的心 我们可以靠着主得圣 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呢 这个使女的主人 他到底是如何来向保罗来报复 我们如果从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的地方 就可以知道呢 其实呢 他们就把保罗跟希拉呢 告到官府里面去 告到官府里面去 然后呢 一般说来 他如果跟官府的长官说 他把我使女的鬼给赶走 这个理由 其实是不容易造成 保罗被吓到监牢里面去 因为呢 这个完全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把鬼赶走 看不到的 那是看不到的 结果他是怎么说 我们看第二十节 使徒行传十六章的第二十节 又带到官长面前说 这些人原是犹太人 竟烧着我们的城 二十一节 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 好 这个地方呢 就提到了三个字 我们罗马人 好 这个就是一个很容易 让人生气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 他用的是种族情节 来控告保罗的罪 说他们本来就是犹太人 可是呢 来杀了我们 传我们罗马人 他们是犹太人 我们是罗马人 这个就是所谓的种族情节 最容易操弄的议题 就是种族情节 用种族情节的议题 来操弄主群 然后呢 激起人家的对立 这个是最要不得的了 所以他其实就是用的 这样子的一个手段 让保罗跟希拉 被怎么样 被吓到监牢里面去 所以呢 他这么一讲之后呢 引起了众人 一起来攻击这个保罗跟希拉 所以保罗跟希拉的结局 后来就是被吓到监牢里面去 好 23节说 打了许多棍 便将他们吓在监牢里面 嘱咐禁主 严禁看守 禁主领了这样的命 就把他们吓在内奸里 两脚上的墓口 所以呢 禁主呢 知道了之后呢 就把他们放在监牢的深处 并且呢 很生怕 他们两个逃走 所以呢 把他们不但关到监牢的深处 并且呢 还两脚还上了墓口 就是呢 没有地方来逃跑 没有地方来逃跑 所以呢 就是他们把这个事情 当成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重刑犯来看待这样子 而保罗跟希拉 他们被吓到监牢里面去的时候呢 他们的表现是如何的呢 白天 保罗跟希拉 他们被人用棍子打 然后呢 打到 可以说遍体鳞伤 打了好多下了 然后被关到监牢的深处 两只脚上了墓口 可以说是伤痕累累 而且呢 肯定是疲惫不堪 可是 在深夜的时候 保罗跟希拉呢 他们竟然呢 依靠神起来了 并且呢 没有忧虑的来 唱诗 祷告 赞美神 这个是记载在 二十五节的地方 约在半夜 保罗和希拉 祷告 唱诗 赞美神 好 他们白天受到了 那么大的逼迫 可是呢 到了晚上 他们还是能够祷告 唱诗 赞美神 哇 这样子的表现 坦白讲 还真的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你看 他们是表现出来的 那个样子的安然 让同样在这个监狱里面的这些囚犯呢 囚犯们 他们能够竖起耳朵 来听他们怎么样 听他们祷告 听他们唱诗 听他们怎么样子的赞美天上的真神 让这整个监狱呢 是充满了有神同在的气氛 有神同在的气氛 所以呢 当他们在这一个 在第二十六节这个地方提到说 忽然地大震动 甚至于监狼的地基都动摇了 监门立刻全开 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 因为呢 保罗跟希拉 他们呢 唱诗 祷告 赞美神 吸引了众多囚犯们的侧耳而听 那让他们感受 神的氛围在这个地方 是那么的棒那么的好 就在那个时候 地大震动 其实就是发生了地震 发生了地震之后 想不到呢 监门就怎么样 都开了 囚犯的锁链呢 也都开了 在那个时候 竟然 这个地方圣经所记载的就是说 没有人逃走 囚犯 大家都受到了感动 没有人逃走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保罗跟希拉 他们的表现如何 他们表现 坦白讲 非常的安然 平安 无事 并且呢 内心非常的豁达 他们忍受的 白天所遭遇到的这一些困难的事情 并且呢 能够怎么样 甘之如饴 然后他们把心静下来 要看说这个事情的发展 到底会变成什么个样子 所以呢 因为他们把心能够放得下来 所以他们才能够在半夜的时候呢 静下来的时候呢 才能够倚靠神 才能够唱诗 祷告赞美神 因此而引起囚犯们的侧耳而听 所以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根本就没有惧怕 旁边人的什么异样眼光 他们只是静静的等候 做他们一个门徒 所应当尽的本分而已 然后呢 慢慢的等候神 旨意的来到 所以呢 他们说 虽然说是被冤枉 被人家打 被吓在监牢里面去 两脚被伤了木狗 但是呢 心中呢 完全都没有怨言 他们也不冲动 也不大叫 他们的表现呢 就像是在 这个以赛亚书里面 所提到 请看以赛亚书30章 30章的15节 以赛亚书30章15节 15节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 曾如此说 你们得救 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力 在乎平静安稳 好 这个地方就说 你们得力呢 在乎怎么样 平静安稳 保罗跟希腊 因为他的平静安稳 而重新得到 神所赏赐给他的能力 所以 其实 他们之所以 会这样子平静安稳 他们知道呢 他们所要的 做的事情 他们所要的目标 在哪里 他们都知道 他们都知道 所以呢 遇到的任何事情 都没有办法 将他们给打败 于是 所以呢 就是说 当他知道 人生的目标 在哪里的时候 他们所追求的 是在远方的目标 这样子呢 在近眼前 你们所遇到的 这些困难 所以这些困苦 以及这些阻挡 这些挫折 以及惊慌 事错 这些怨声连连的事情 都不会怎么样 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仰的这个表现 好 接下来 使徒新传十六章里面 后面的地方就要讲了 就是说 当 这一个地大震动 同时呢 一震动了之后呢 门打开 那个 手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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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铐 全部都开了 那个时候呢 也把 禁竹 给怎么样 震醒了 因为呢 他可能也在 睡梦当中 也说不定了 所以呢 一胎一醒过来 你看 没有错 二十七节说 禁竹一醒来 看见街门全开 以为囚犯已经逃走 就拔刀要自杀 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什么 其实 禁竹就是 要把人给看守好 万一发生什么差错的时候 他是要负最大的责任 结果呢 哇 想不到了 到半夜呢 门 牢门都打开了 并且呢 那一些枷锁全部都掉了 以这人的本性来讲 囚犯来讲 他一定是怎么样 一定会逃跑嘛 因为呢 再也锁不住他们 让他怎么样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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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逃跑的机会 他一定会掌握这个机会逃跑 所以 以人之常情来讲 都会做的事情 所以当禁竹一醒过来 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呢 他心里面一个念头 哇 这下惨了 隔天 他的丧尸肯定会找他麻烦 然后呢 他有可能 因此而丧尸的生命 所以呢 他的一个直觉 就是拔刀要自杀 拔刀要自杀 那 这个事情 保罗跟希拉 他们看到了 于是就发出声音来 请看第28节 保罗大声呼叫说 不要伤害自己 我们都在这里 哇 想不到 囚犯们没有一个人逃跑 说我们都在这里 我们大家都在这里 我们大家都在这里 禁竹呢 于是呢 就叫人把灯拿过来 因为他刚才可能是没有灯照耀 没有很清楚地看清楚 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个情形 所以他现在呢 叫人把灯拿过来之后 然后呢 一看 哇 真的嘞 大家都没有逃跑 大家都没有逃跑 于是呢 29节说 禁竹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 战战兢兢的 浮浮在保罗跟希腊面前 他确确实实是能够感受到 哇 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 他们所拜的神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神 竟然能够让他们唱诗 祷告赞美神 并且呢 这一个手铐脚的门 御主的御门呢 都打开了 他们竟然都不会逃跑 所以三十节说 又领他们 又领他们说 两位先生 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所以 因为保罗跟希腊 他们两个人所做的表现 就可以让禁竹体会到说 哇 他们所拜的神 才是真正的真神 才是真正的真神 所以呢 他才说 该怎么做 要怎么做 才可以得救 所以他就愿意呢 怎么样 跟随保罗跟希腊 他们的信仰 所以 三十一节 他们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的一家 都必得救 所以我们从这个事情 从头到尾的发展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原来福音是要传给 禁竹他们一家人 禁竹这一家人 所以呢 最后呢 是要禁竹他们全家 都能够得救 我们从后面三十一节 后面的圣经的经节 我们就可以看得非常 非常地清楚 那从这一个后面的经节 我们可以知道说 他的结局 就是知道说 原来 保罗跟希腊呢 他们是怎么样 白白的挨打 最后呢 一查明 保罗他竟然是罗马籍的 所以呢 监狱的里面的长官 他就怎么样呢 要无罪 把保罗给释放 所以 这个事情 发展成这个样子 就可以知道说 保罗跟希腊 所受的这个挨打 是怎么样 白白的被挨打 被吓到先了 但是白白的 受了很多的苦了 结果呢 神的意思就是 要来拯救 这禁竹这一家人 最后的真相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这整个圣经的故事 从头十六节 一直到三十一节 其实到了 三十九节四十节 以后呢 我们就会知道 原来一切都是神 美好的意思 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正向的思考 那我现在要提的 就是我们一个 从这一个最后的结局 往前推的一个思考 对于一般人来说 整个对于这种事情的发展 如果没有去思想 它的前因后果 就只会停留在某一个单一 所发生的事情上面 或许就会因此而纠结在 这个事情上 寻找不出答案 出口的一个答案 这个是人之常情 如果说我们懂得去思想 全部的过程 然后呢 将所有的来龙去卖 全部从头到尾思想 过以后呢 或许就能够得到不同的结论 就能够更加的了解人生 就能够从事情所发生的 这一切当中之后来 知道说 哦 原来神的意思是 那么的美好 保罗跟希拉呢 他们呢 被吓到这个监牢的深处了 实际上呢 是因为党人的财路 死女的主人呢 这个为了报复呢 而陷害保罗跟希拉的 其实像这样子的事情 在社会上 发生是常常有的事情 一般人 发生像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一定要报复啊 所以呢 有冤报冤 有仇报仇 可是呢 另外在思考 保罗 他们的他的立场 其实呢 他只是怎么样 把传福音的障碍 给除掉 就是魔鬼在那边 阻挡他传福音嘛 所以 他只是奉主耶稣圣明 把魔鬼给赶走 为了目的呢 就是让众人 能够更加专心的 来听这个福音的道理 能够让这个福音的圣光 能够更加的顺利 坦白讲 保罗一点都没有想说 要去阻挡人家财路 这方面的想法 完全都没有 他只是奉主耶稣圣明而已 那刚刚有说过了 如果说我没有去思想 这个事情的前因跟后果 就只会停留在 某一件事情的单一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呢 就只会变成停留在某一个事情 单一的这个事情上的时候 你去思想 那你就不能够 从头到尾想得非常清楚的时候 那或许你会对这个事情 有不同的想法 如果保罗他在监牢的深处呢 是停留在单一这个事情 说我怎么那么倒霉 白天就被人家被人家这一个打 并且脱了衣服被挨打 然后呢 又被吓在监牢的深处 他如果 一直停留在这个事情上 他一定会怎么样 自冤自哀 他会后续会想 我怎么这么倒霉 并且呢 大声的向众人涂苦水 甚至于呢 向自己的那一些监狱的长官 跟他去伸冤 说我是冤枉的 并且说 我是罗马人 不是你们所说的犹太人 在那个时候 他如果没有办法把心静下来 静下来做什么 唱诗 祷告 赞美神 好 那如果保罗跟希达 没有把心静下来 在那个地方 唱诗 祷告 赞美神 而 一直的 在那个地方表达心中的不满 吐苦水 抱怨 或者是什么样情形的时候呢 如同 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的 第二十五节之后呢 二十六节说 忽然地大震动了 这个事情 我们想一想 会发生吗 这只是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当然 圣经上并没有记载 如果 我一直说 如果保罗跟希达 一直的抱怨 没有办法心静下来 没有办法唱诗 祷告 赞美神的时候呢 你说 在十六章的二十六节的地方 地会大震动 然后呢 监狱门的门会打开 手铐跟脚牢 这些东西都会脱落吗 圣经是没有记载的 好 所以 如果 如果 这一个 圣经 如果说 保罗 没有把这一个 心静下来 把一切交都给神的时候呢 那 他要传福音 给 这个进主这一家 有可能传得出去吗 就是说 地没有大震动的话 门没有开的时候 有可能把福音传给进主吗 所以 因为 他们能够把心静下来 所以 最后发生的结果 就是把这一个 福音传给了进主 原来 可以知道说 神的旨意 就是这个意思 接下来 保罗 如果 没有被吓到监牢的话 坦白讲 他或许真的没有机会去碰到进主这一家 因为他没有被吓到监牢 他只是在外面 外面 行走而已 他就可能真的是碰不到进主这一家 所以 是不可能把福音传给他们全家的 所以 保罗必须被吓到监牢 才有机会把福音传给进主这一家 对不对 这是我们可以思考到的 那 保罗要被吓到监牢 如果说 他只是传福音给其他的人 没有 去 就是没有机会被陷害 只是单纯去传福音 不理这个使礼 他所说的这一些话 然后呢 单纯只是去传福音这样子 那 他可能就没有机会被陷害 就没有机会被陷害 但是 在那个时候呢 那个情形之下呢 这个使礼呢 他是受到了魔鬼的激动 然后呢 大声的喊叫 表面上看起来是 赞美 这一个保罗他们所做的事情 实际上呢 刚才有说过 他们是怎么样 阻碍了福音的圣工 所以呢 最后是引来 保罗他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赶鬼 所以呢 这个样子 就会造成保罗被吓到监牢里面来 好 所以 魔鬼的激动 才会让保罗觉得传福音受阻碍 所以 才会 才会奉主耶稣把那个魔鬼给赶走 好 所以因为这个样子 才会造成保罗跟希腊被吓到监牢里面 那我们可以再思考 这一整个事情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发展 这个死女 为什么会去喊叫 这一上其实 并没有写得很清楚 我们所看到的就知道说 死女 因为魔鬼在他身上 让他一直的喊叫 但是 其实 为什么魔鬼要激动这个死女 最后呢 魔鬼要被赶出去 那 保罗要被怎么样 下到监牢里面去 所以 这一整个事情 你会觉得 也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无缘无故 魔鬼就是要激动这个死女 然后让自己被赶出去 所以我们思考 最后的目的是 进主的一家 要能够得救 所以 我们就可以思考说 为什么 死女 会受到魔鬼的激动 魔鬼的激动 到底是 他自己发起来 还是 神 让这一个魔鬼 去产生那个激动 死女这个事情 当然 这些事情 圣经上是都没有记载 但是呢 这个事情 我们如果仔细地去思考 我们知道 天 世界万物的 很多事情发生 都是神的作为 当然这当中 也有魔鬼的作为 但是 神的旨意要成全的时候呢 是有很多 是有很多的事情 集合在一起之后呢 它再去发生 这一切当中 我们不排除有魔鬼的 魔鬼的成分存在 但是 这当中 一切也都有 神美好旨意的存在 所以说 我们如果 懂得去好好思考 整个全部的过程 将所有的事情 它的来龙去脉 全部都思考过 或许 我们就能够 对于所遭遇到的事情 会有不同的结论 这样子的话呢 就能够呢 更加容易了解到 我们人生 这当中 到底有神 多么美好的旨意的存在 这个是 这个是 我们大家都可以去 思考了这个问题 那其实呢 在圣经当中呢 我们也就来看 约瑟他的故事 最后他的结论 是怎么讲的呢 请看创世纪第五十章 创世纪第五十章 二十节 约瑟的故事 我相信 我们大家也都很清楚了 他是被他的哥哥给卖 卖到了埃及 第十九节开始 创世纪第五十章 第十九节 十九节 约瑟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我岂能代替神呢 二十节 从前你们的意思 是要害我 但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所以呢 从这一句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哥哥们 好像 坏心肝 要把约瑟给卖掉 那 哥哥们 有几个人 为什么会 那个时候 想要把弟弟给卖掉 是不是有魔鬼的激动 激动他 让他们把这个事情 做出来了 这样子不好的事情 而 想不到 最后的结果 竟然 约瑟 他对他的说 对他的哥哥们说 从前你们的意思 是要害我 但是呢 神的意思 原来是好的 神的意思是好的 所以 我们基督徒 我们不要 因为所遇到的 任何一件事情 心里面呢 就让你跟神之间 产生了距离 因为你的心情不好 因为你遇到的事情 让你不顺利的时候呢 让你就跟神之间 产生了隔阂 这样子是不好的 任何一件事情 我们要把心静下来 能够像保罗跟希拉 他们呢 不畏惧别人 给他什么样的眼光 他们呢 也 能够 把所遇到的事情 通通都放在他们的脑后 他们还是见到一个 基督徒应当做了 这个本分的时候呢 来唱诗 祷告赞美神 神恩典就临到 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不管遇到了什么事情 坦白讲 我们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去思考 要去思考 最后请看传道书第七章 传道书第七章 第十四节 传道书第七章 第十四节 十四节说 欲亨通的日子 你当喜乐 遭患难的日子 你当思想 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 为的是叫人 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 好 所以呢 基督徒最可贵的地方 就是我们懂得去思考 懂得去思考 当你懂得思考的时候呢 遇到了 当然这个地方说 遇到了喜乐的事情 当然是我们都很快乐 可是呢 当遇到患难的日子的时候呢 就应当要去思想 因为世界上 常常这两件事情 是同时间去发生的 但是呢 重点是在于 我们懂得去思考 懂得去思考的时候呢 想想前面前因 想想后面后果 然后综合起来 这当中 到底神的旨意是如何 我从这当中 要学习到什么 我相信 如果我们能够 懂得去思考的时候呢 我们的基督徒的脚步 就能够站得很稳 你就可以感受到 神其实恩典 非常的丰盛 在我们的身上 那当然 在我们过去的 这一段时间里面呢 我们大家都非常 不能够自由的 来到教会聚会 因为疫情的关系 让我们呢 跟教会好像之间 觉得不能 但是仔细的去思考 仔细的去思考 这当中 是神 操练我们的一个 很好的契机 我们去年 如果说去年 就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像国外他们发生了 这么严重的疫情的时候 或许那个时候 我们直播都还没有准备好 可是呢 我们在过去年的时候呢 我们给区的区负责人 就要求每一个教会呢 大家都能够把 我们教会的直播的系统 都弄出来 让信徒们 大家都知道说 教会可以有直播 想不到 去年的一个动作 让今年呢 我们在这个敬拜神的事情上 在这个安息日 守安息日的事情上呢 竟然没有中断 还是可以透过直播 把这个安息日呢 这个聚会的事情呢 能够呢 从一个会堂的地点 扩散到整个 我们整个区域的信徒 每一个家庭里面去 这一切呢 都是有神美好的旨意啦 神的很典的 所以呢 我们不要因为 遭遇到一件事情 你就被锁在这个事情的 这个节骨眼上 我们重点是在于 要了解 所有一切的事情 我相信呢 你从这当中呢 心中感谢神 除了感谢 还是感谢 最后呢 我们愿意借荣耀 颂赞归给天上的真神 好